第四章 撒末尔记上十六章十三节 记载了大卫第一次在耶稀家里秘密售高 既然售高就享有王者的身份 在扫罗王去世以后 抵当继承王位 但是大卫没有马上做出任何的决定 而是问耶和华 他是否可以上犹大的一个城去 和应该去哪一个城 耶和华启示大卫到南部的西伯伦去 西伯伦是南部犹大支派里面最重要的城市 于是大卫就带着家人到了西伯伦 接着大卫在西伯伦就第二次公开售高 做犹大支派的王 大卫一身三次背高 接下来还有一次售高 被全民拥戴他做以色列的王 在撒末尔记下第五章我们会读到 当大卫听犹大人说 是基列雅比人埋葬了扫罗 大卫就对基列雅比人说 你们厚待你们的主扫罗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 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 也鼓励他们要刚强奋勇 扫罗曾经有恩于基列雅比人 在撒末尔记上十一章曾经提到 扫罗击败亚门人 让基列雅比免于亚门人的侵略 所以基列雅比人听闻扫罗被杀 尸身被钉在了博山的城墙上时 他们中间的勇士就走了一夜 冒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 从城墙上取下来 送到了雅比 用火烧了埋葬 并且进食七日 所以大卫要祝福基列雅比人 报恩的作为 大卫虽然在南部作王 但北部却还是扫罗的后代作王 这里提到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 他是被扫罗的元帅的儿子 亚尼尔扶持上位的 伊斯波瑟统治以色列 除犹大支派的其他支派 但其实有很多区域 都被非利式人占领 当时以色列基本上被分成了三个区域 非利式人占领区 大卫统治的南部尤大支派区 以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所作王的北部区域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 大卫如何逐步统一整个以色列 成就耶和华的旨意 首先我们要读到撒末尔记下第二章 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二节 记载了的内战 任林北部的伊斯波瑟一方 就从他们的首都马哈链出来 带着部队往南部区 于是就引起了南部大卫军队的注意 十三节这里说 道喜卢雅的儿子约鸦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 在祭奠池旁与他们相遇 一般坐在池这边 一般坐在池那边 喜卢雅是大卫的姐姐 约鸦就是大卫的侄子 也是大卫军队里面非常优秀的将领 于是双方就决定开展一次生死搏斗 双方各派勇士十二人 徒手搏击 而且还可以用兵器 基本上就是敌死我活的战争 十七节说道 那日战士凶猛 北边来的亚尼尔就败在大卫的战士面前 喜卢雅 大卫的姐姐有三个儿子 刚刚提到的约鸦 亚比斯 亚撒黑 其中亚撒黑脚快如以路一般 他就追赶亚尼尔 亚尼尔不想加深 他和亚撒黑哥哥约鸦的仇恨 就劝亚撒黑不要逼他出手 但亚撒黑不放弃 最终死在了亚尼尔的枪下 后来约鸦率领军队穷追不舍 但那时 亚尼尔有了变亚敏人的援军 就呼吁约鸦停战 约鸦看到战士不利于他们 也同意退兵 但那时 约鸦和亚尼尔就接下了怨恨 在明天的podcast中 我们会读到 约鸦为了报仇 诗迹暗杀了已经投奔了大卫的亚尼尔 大卫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 当他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王位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那样做 而是寻求神的旨意 求神告诉他下一步的计划 而大卫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 即便扫罗之前三番五次地要害他 但大卫还是祝福后代扫罗 和他家人的激烈亚敏人 大卫对神的信靠 大度和感恩的心 是非常值得我们效仿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您今天让我们了解了 以色列的一段历史 以及大卫对神的信靠和感恩的心 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不是总是求神给我们什么 按照我们的心意来行事 而是像大卫一样 先寻求神的意思 求神指引前面的道路 求神帮助我们 学会放下自己的意愿 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祂的旨意 也求神赐我们 如同大卫一样的感恩 谦卑和大度的心 学会爱我们觉得不太可爱的人 原谅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因为命令的总归是爱 我们不只是要讲爱 而是要活出爱 感谢赞美主 祷告感恩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祝福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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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